2008年2月初,许家印指派时任恒大总裁夏海军前往美国寻找合作伙伴 意在迈出恒大全球化战略第一步 经过一连串的拜访,夏海军成功说服了一位美国家喻户晓的传奇地产商 这个金发地产商在纽约曼哈顿以自己姓氏命名的摩天大楼中和夏海军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2月29日,恒大发布公告官宣与特朗普集团达成合作 他们的首个目标是广州地标双子塔的东塔 已经关注中国房地产多年的特朗普,十分重视这次合作 声称广州双子塔东塔将是特朗普集团进军中国市场的第一步 他将会和恒大一起将东塔建成世界第一高楼 但一场愈演愈烈的金融海啸彻底断绝了他进军中国的恋想 和特朗普签订战略协议的同时,恒大在推进海外上市 3月7到12日露眼,3月13到18日全球招股,3月20日定价,3月28日正式挂牌交易 上市之后,许家印将成为内地首富,海外上市首富,世界第一高楼,中国第一的房地产企业 这些宏大的目标正在一步步实现 但在大洋彼岸,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敦的流动性危机同步发酵 在恒大面向全球招股的同时,每天都有贝尔斯敦的负面消息折磨资本市场的神经 贝尔斯敦的股价在一周之内蒸发一半 3月16日,贝尔斯敦公然倒塌,以2美元的股价被摩根大通收购 资本市场早已衰弱的神经彻底崩溃,人人自危 恒大的全球招股无人问津 3月20日,恒大被迫暂停上市 此前冲击上市引入的资金将要压垮恒大 40%的投资回报,因为上市失败,无法支付 恒大瞬间面临资金链断裂 不得不放弃需要50亿资金的广州东塔项目 5月12日,东塔项目招标现场不见恒大的踪影 感觉被摆了一道的特朗普一路之下放弃进军中国市场 但他不知道的是,6个月后 中国抵御金融海啸的政策开启了房地产的狂奔时代 恒大在这个政策下满血复活,更胜从前 这场金融海啸让特朗普失去了中国市场 失去了海量的财富,却让他实现了梦想 8年后,撕裂的美国社会对精英不满的保守白人选民 将其送上总统宝座 同年,被美媒称为中国版特朗普的许家印 创立的恒大,登顶中国房地产业绩榜 实现了许家印的梦想 2008年金融海啸,改变了特朗普、许家印等数十亿个体的人生轨迹 改变了美国,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 2008年的4万亿,让中国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不仅维持经济正增长 还在欧美衰退时力挽狂难,引领全球经济的复苏 全球政治格局从此进入中美引领的寄兔时代 2006年,一部名为《大国崛起》的纪录片 让中国观众看到了9个国家的兴衰交替 两年后,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强势表现 让《大国崛起》成为民族自豪感的符号之一 那时还没有人察觉,《大国崛起》的宏大主题背后 城头战、高房价、贫富、差距出现断离 15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回望过去 意识到,这场危机从来没有结束 只是被延后了,并且引发了更大的矛盾和危机 大家好,我是白子玄 本系列用77视频复盘了2008年金融危机 到董王登基的全过程 系统性阐述了2008金融海啸对欧美的影响 这期视频将视角回归国内 看一下2008年金融危机如何重塑中国 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重塑 有四个核心传导路径 央帝博弈、官员激励、资本爆炸、产能过剩 本期视频主线部分的参考书籍 是温铁军的八次危机 南小欢的置身室内、周立安等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 赵燕青的大崛起和亚当图资的崩盘 细节部分的参考资料也都列在了屏幕上 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和各市县的统计发展公报 本期视频绝对客观 不涉及个人情绪 均为客观阐述 叠假结束 我们开始 2008年8月初 莫斯科邀请北京一同抛售两房债券 此时的美国金融市场正在天崩地裂 费尔斯登、雷曼兄弟、房地美和房利美 这些叱咤全球的金融巨人全都住进了ICU 如果持有两房四分之一债券的中国和俄罗斯一起抛售 接近一半的两房债券将变成废纸 华尔街会荡然无存 小布什紧急命令财政部部长亨利·鲍尔森 以北京奥运会的起机飞往中国 务必稳住北京 了朝开幕式的第二天 鲍尔森获得了中国高级领导人的答复 我们拒绝了莫斯科的邀请 不会抛售两房的债券 这个答复让鲍尔森松了一口气 但同时倍感意外 如果有一个重创中国经济的机会摆在美国面前 美国一定不会放过 为何中国会放过一个重创美国经济的机会 巴尔森并不知道 在过去的八个月里 中国政府高层对世界宏观经济的预判 发生了急速的转变 我们把时针拨回到八个月前 2007年12月3日 北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国十年来首次提出要收紧货币政策 会议研判 全球的宏观经济形势是流动性过剩 当时的环大西洋银行业危机刚刚平息 自2007年8月到10月 德国工业银行 法国第一大银行 巴黎银行亏损 英国北沿银行破产后 欧美政府向银行业体系注入 超2000亿美元的流动性 暂时遏制了银行破产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预判 全球包括中国都流动性过剩 2008年将会出现通货膨胀 连续五年 经济增速超10%的中国 将会出现经济过热的风险 由此会议定下了两房基调 防止经济过热 防止通货膨胀 要将通货膨胀 一直到3%以下 然而一个月后 形势发生巨变 阿尔兰和西班牙 房地产泡沫破裂 房价跌跌不休 银行坏账率飙升 环大西洋银行业危机 愈演愈烈 并开始传导到实体经济 来自欧美的外贸订单 断崖时下跌 当时我国外贸 占GDP比重超60% 外需的下降 必然会拖累经济增速 2008年7月25日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 总结上半年经济形势后 得出结论 上半年通货膨胀率 已达7.9% 要控制全年3%以内的 通货膨胀率 已不可能 由美国次贷危机 扩大的欧美银行业危机 引发的外需下降 势必拖累中国经济 下半年宏观经济形势的关键 已经不是通货膨胀 而是保持经济增长 要保持经济增长 就要填补上下降的外需 这部分需求 从哪里来 以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许善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 可以通过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 来创造新的外需 当时中国外汇储备 有1.84万亿美元 许善达提出 可以拿出5000万美元 近4万亿人民币 在亚非拉国家进行投资 帮助他们修路 修桥 修码头 一方面可以输出 我国的钢铁 水泥等过剩产能 另一方面 可以让他们用资源来交换援助 通过这种优势互补 来培养新的外需 许善达将这个外需投资计划 命名为和谐世界 但会议的另一种声音 占了上风 我国和美国的政治影响力 依然有很大差距 如果这些国家被政变了 我们的投资就可能打水漂了 这4万亿 与其投在国外 不如投在国内 对后来的中国 乃至世界 有巨大影响 4万亿投资计划 就这样有了初步构想 但当时 未能顺利推进的 和谐世界计划 将在四年后 换个名字 闪耀世界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 以保增长 控物价的政策核心 落幕的两星期后 出席北京奥运会的保尔森 面对的是一个 已经为下半年全球经济形势 做好最坏打算的中国 电影《大空投》中说到 失业率每上升1% 就会有4万人死亡 这份数据 来自美国在1981年 做的一项调研 对人口更多 分工更细的中国而言 这个数字只会更高 和俄罗斯一起抛售两方债券 确实可以重创当时的美国 但对美国的出口 占中国外贸的20% 重创美国会带来 进一步外需下降 引发外贸下跌 和失业率上升 对美国的精英政客来说 民众失业率 不过是冰冷的数字 毕竟两党交替执政的 作用之一 就是消解民众的愤怒 但对中国来说 失业率 关系到千万个 普通家庭的幸福 不能拿来 当作重创美国的赌注 鲍尔森回国后将两房国有化 然后把精力聚焦在雷曼兄弟的问题上 但是雷曼在七年的时间里 用REPO 105的财务造假手段 持续修饰报表 掩盖了财务杠杆和亏损问题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英国巴克莱银行等15家金融机构 拒绝为雷曼接盘 英国财政大臣在电话中对鲍尔森说道 英国不会引进美国的癌症 9月15日 雷曼兄弟宣布破产 金融海啸席卷全球 苏格兰皇家银行 美国银行 瑞士银行 等金融业巨头开始收缩投资 中国大陆的外资投资暴跌30% 金融危机蔓延到实体经济 外贸需求开始暴跌 到11月 中国出口从10月的同比增长19.3% 暴跌至同比下降2.2% 到2009年2月 降幅扩大到25.8% 中国外贸进入了持续一年的衰退 2008年10月中秋节 总共有7000万农民工返乡国节 但劫后只有5600万人回程工作 据世界银行的估算 未返乡的1400万人中 有1100万人因为失业待在家里 金融海啸冲垮了外贸这架马车 如果不及时阻止危机 在经济链条中的蔓延 将演变成经济衰退 此时的中国做出了和10年前 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一样的决定 外需的缺口由内需补上 投资 消费 两架马车顶上硬扛海啸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 中国通过酒吧房改 在全国推行商品房改革和高效扩招 释放了大量消费需求 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 第一次提出扩大内需 十年后 中国再一次在金融危机面前提出扩大内需 2008年10月8日 又是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定调 2009年的经济工作核心是 保增长或内需 达成这个目标的具体措施 就是一个月前发布的国十条 这十条估算投资额 约4万亿的经济刺激措施 让中国的经济巨轮得以穿越 2008到2009年全球经济率退的阴满 不仅保持增长 还以一己之力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复苏 让全球的政治格局进入两极化时代 但表面上的4万亿政策 实际落地归薄在25万亿上下 城头战 高仿价 贫富差距等问题 由此开启